26号下午绿岛石朗浮潜区有一对母女党浮潜客 已是遭海流带离案境无法自行游回 第13岸巡对绿岛安检所接获报案 立即赶回现场救援 并且和现场民众合力把母女给救起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海巡人员以及一旁的民众 将浮潜的一对母女参幅上案 今日下午2点06分左右 第13岸巡对绿岛安检所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一对母女的浮潜客 一是遭到海流带离案记 无法自行游回需要救援 绿岛安检所人员接获通知后 立即派遣人员前往现场 并与附近从事浮潜活动的教练 合力将两名浮潜客成功救援上案 本所今日接获118专线民众报案 于绿岛石朗浮潜区有浮潜客 一是遭海流带离案记 无法自行游回 本所立即派员携带救生装备辞附现场 经评估现场状况后立即下水救援 并与附近从事浮潜活动 教练协力将两员浮潜客救援上案 经过统计 今年度绿岛地区救生的案件 共有7起 救援人数达17人 民众如果在暗季或港边 发生有危险或救难的事件时 可以拨打118的服务专线 海军人员将会立即派员前往服务 记者陈静玲 绿岛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